大家好,欢迎来到表书侃世界 今天是4月5号,礼拜一,我现在在公司里 今天也正好是我出院新冠肺炎 出院整整的两个月的日子 那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出院两个月以后,正好是两个月多一天 究竟我自己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想有一些朋友可能也比较好奇和关注 那么自从我2月4号出院以来呢 这个身体状况可以说是明显的好转 我记得刚刚出院的第一天 我的同事来接我 那个时候必须要带着这个家里带了两个氧气瓶 一个是氧气瓶,还有一个是氧气机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行走辅助器 就像那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八九十岁老太太要煮着这玩意儿 才能勉强的走几步 那个时候觉得双腿非常的软弱无力 喘气也是非常的困难 那么白天要不断的使用氧气机 那么回到家的最早的两个礼拜吧 也从来没有动荡过 应该是两三个礼拜一直是在房子里面 在家里面也没有敢出门 为什么呢?因为你出门你还要带着氧气机或者是氧气罐 相当的麻烦 也担心会热出一些不必要的这些事情来 那么最开始的几天呢 就是起码也有一个两个礼拜吧 这个基本上是喘气还是比较困难的 那么晚上睡觉呢都是要带着氧气机 插着氧气 这个说话呢也是有气无力 声音很小 最明显的感觉就是你打喷嚏 当你打喷嚏的时候 你就明显发现你的肺部啊 就是说好像使不出劲来 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打喷嚏的话 一般有一种很爽快的感觉啊 就是说声音也很大 但是呢我出院的头一个礼拜 头两个礼拜啊打喷嚏的时候 几乎是没有力气 声音也非常的小 那么有个别的朋友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呢 我说话也是声音非常的小啊 就是说很难受 而且呢说个差不多五六分钟 就已经感到疲倦了 那么在这两个月以来呢 好我基本上每天都还在坚持这个锻炼啊 虽然就是说不是什么大的运动啊 或者是大的动作啊 但是呢因为出院的时候 康复师给了一条这个橡皮筋 用这个橡皮筋来锻炼这个腿力 主要是腿力啊 因为躺在医院的床上三个礼拜 腿上的力量和肌肉基本上就是说很弱啊 就是非常的弱 站也站不稳 头重脚轻啊 觉得 那么坚持每天的锻炼 然后呢 最开始的时候呢 还给我开了三十天的药啊 这个药应该有好几种药啊 我也不是很懂这些药的这个作用 但是有其中有一个药呢 就是说让你排出这个肺里面的集液啊 就是因为当时啊 我这个输液的时候 还有输这个插这个氧气机的时候啊 可能对肺部是有很大的影响啊 里面应该有一些液体 所以呢这个药呢 帮助我把这个肺里面的一些不必要的液体排出来 那么明显的感觉就是说改善啊 应该是在三月啊 出头的时候 这个就觉得体力能够恢复了啊 那个时候呢 我也就是说啊 可以到外面去转一转啊 我同事开车带我出去 但是还是不敢自己开车啊 不敢自己开车 因为我在住院的时候 然后这个大脑出现过问题啊 有这个医生的警告 就是说在看医生之前呢 是不希望我开车的啊 后来我在三月中旬去看了这个 应该是叫做神经科医生啊 大脑神经 神经科医生之后 他诊断了以后 认为我没有问题了 才说OK你可以开车了啊 但是在之前的前几天 我已经在偷偷摸摸的开车了啊 基本上呢 开车呢是没有太大感觉的啊 你也不觉得腿部没有力气 或者是大脑有什么不正常的啊 比如说胡思万想啊之类的 倒没有 那么最大的这个 目前最大的障碍啊 仍然是呼吸的问题 虽然我在体力上啊 还有在这个体重上啊 体重也恢复了很多啊 已经我的体重已经接近到我生病之前的那个体重啊 虽然还没有到 但是呢 我现在就是在控制我的吃啊 害怕吃的太多长得太胖了 好 所以在基本的一个体力上和体重上都有很大的恢复啊 唯一重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说 在我呼吸的时候 我仍然能够感觉到这个肺部啊 它跟我们正常人的这个就是身体健康的人的这个肺啊 还是不一样 你明显能感觉到啊 像我们过去 或者是像我过去身体好的时候 对吧 我呼吸的时候是很顺畅的 那么但是现在呢 我呼吸起来 总是觉得啊 这个肺里面啊 实际上是拉着一个横坨 就是不是那么自由自在的很轻松的呼吸 所以呢 也就是说在我如果要是干体力活的话啊 那天我去试图啊 周末的时候打扫一下房子啊 干了个差不多半个小时啊 就已经有点感觉到这个呼吸比较难受啊 而且心跳也会加快 所以即使是在这两个月啊 有很大的这个恢复 很多朋友都说哎 表述你看起来好像精神也好多了啊 精神是好多了 但是呢 仍然是表面的现象啊 如果要是稍微运动一下 运动量稍微大一点 或者是这个干一些纵活啊 就马上就体现出来了啊 这个这个问题就体现出来了啊 主要还是肺部的问题 那么上个礼拜呢 我也去了这个诊所啊 因为我还是很担心这个肺部的康复啊 去了诊所 然后诊所呢 给我照了一下X光 后来通知我这个肺部基本上是正常了 他说的正常也就是说 你的肺部是没有什么毛病了啊 当然这个消息算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我个人仍然是觉得这个肺部啊 是没有完全恢复正常啊 究竟能够要花多久能够恢复完全的 像正常人一样能够自由的呼吸啊 能够轻松的呼吸 我估计至少还要半年啊 可想而知当时是用这个呼吸机的时候 这个很硬的管子啊 这个义务啊 把这个义务擦到肺里面 肯定对肺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这还不说新冠肺炎本身对肺部的伤害 所以呢 我最近呢在脸书上加入了一些 就是说这个新冠肺炎患者的一些群主 这些老美的群 他们有的人呢 就在里面说 他们有的已经患了新冠有一年了已经 或者是半年多了啊 或者是时间在九个月十个月左右 他们仍然会感觉到呼吸困难 仍然会感觉到身体乏力 当然了关于身体乏力啊 我也是能够感觉到一点啊 感觉到人身体仍然还是有点疲乏啊 时间长了的话呢 我就想休息想睡觉啊 就想睡觉 所以我现在睡觉的时间要比以往 要比过去时间长得多啊 过去我可能就是睡个六个小时啊 五个多小时就没问题了 现在我可能又恢复到一天八小时啊 睡觉八个小时 这都说明啊 在体力上他也是需要时间恢复的 那么还有一些美国啊 美国患者呢 他们也许他们的身体条件 可能就是说有些基础病啊 啊不像我啊基本上还算好 那么很多有的人呢 就是说他们有关节上的问题 比如说关节的疼痛 对吧 除了就是说这个心脏 可能有的时候会 这个心跳会加快 或者是像我这样子呼吸起来 仍然是有问题 那么比较常见的一些人呢 他们就说他们浑身疼啊 酸疼或者是不舒服啊 或者是关节啊 无论是腿部关节 还是胳膊肘的这些地方 都会有疼痛的感觉啊 就是非常的不舒服 那么大多数人的感觉呢 就是乏力疲乏啊 还有一部分人的感觉呢 就是说什么呢 他们他们说他们掉头发啊脱发 当然了也有一些 也有一些老美的一些患者说 这个掉头发呢 很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这个精神压力大啊 因为的确你想想很多人他生了这个病 他是有一定的精神压力的 包括像我自己 都时常感觉到精神压力啊 就是说 因为你不能像正常人这样子工作 或者是生活或者是随心所欲的啊 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比如说体育运动啊去健身啊 那现在我就不敢去健身对不对 我也不敢去这个去MMA这个训练场上去练拳 是吧 我也不敢啊 因为我毕竟还没有打疫苗 很多朋友问我打疫苗没有 啊通常呢 这个我也是看了这个群里啊 还有包括我的医生都说 我本身是有抗体的啊 至少要三个月 也就是说 在90天之后啊 应该是可以去打这个啊 啊疫苗 所以呢 我也是最近啊 准备看看啊 这个月底或者是5月初 开始去打这个疫苗啊 啊 那么像我个人 我过去是一向是旅行的啊 就是说 就 国际旅行也很多 美国境内的旅行很多 那么我今年看来仍然无法旅行啊 因为我个人是比较担心的 啊如果到了高空上 如果我的肺部呼吸 仍然不正常 那很有可能会啊 对本人的生命会造成危险啊 也不想给这个航班造成麻烦是吧 所以我今年是不会去 起码不会啊 搭乘飞机啊 坐航空旅行 那么下半年我很有可能还是通过这个 开车啊 驾驶在美国境内旅行啊 其实我开车目前啊 啊在本市里开车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呢 自从生了病以后 我还没有尝试做跨州的旅行啊 啊那么 啊其他的啊 小问题我本人倒还没有感觉到 比如说关节疼痛啊啊 啊这些问题或者是脱发呀啊 啊目前倒没有这种啊感觉啊 啊那么最大的感觉啊 啊就是说 还有一个就是精神上的感觉啊 就是说你得了这个病啊 再加上现在的疫情啊 你基本上没有多少 就是说和别人打交道的这种社交行为啊 那么你就会感到压抑 对不对 因为你成天都在家里或者成天都在一个人 是吧 你过去的同事啊很少会跟你在一起 那我们啊前就是前天吧就是很久了 前天啊同时一起我们出去吃饭啊 几个人在办公室聊聊天什么的 但是这种情形都会很少啊 因为大家都希望在这个时候呢 仍然是在家里啊 无论是在家里工作啊 同时还能照顾家里的小孩啊 所以真正能够在一起啊 有这种交往的啊 时机是比过去减少非常的多啊 非常的多啊 所以在这方面呢就是说 精神上的一种一种压抑吧 肯定是有的啊 那么其他的啊 最近呢我最近这个右眼啊 右眼突然出现了这个红眼病啊 这里面有血 这个看到我昨天 我因为我自己也没有留意 然后我的小孩就突然说 说这个哎呀这个 这个爸爸的眼睛里面怎么会有血了 所以我最近两天在点这个眼药水 即使点了这个眼药水呢 现在仍然还是红眼 后来我就开玩笑啊 说我得了红眼病了 因为啊 我的比特币也没了 对不对钱也没了 而我同事的比特币现在已经涨到很多了 买了一个很小的比特币 现在已经涨到五六万美金了 啊 那么究竟这个是什么造成的原因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这个眼睛红啊 这一只眼睛红 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想过多啊 是不是也是新冠的后遗症呢 我不知道啊 反正先点几天的眼药水 看一看有没有效果 再说 好那么今天呢 那我就跟大家讲一讲 我这两个月身体的康复状况啊 谢谢大家的关心啊 咱们下一次再见啊 如果您是第一次收看啊 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表书砍事件啊 如果你有朋友或者家人 患有曾经患有啊 这个这个这个新冠啊 也欢迎你啊 在下面的评论区评论啊 甚至跟我交流 好 那么今天我们就到此为止 咱们下一次再见